作者 旺宇 由丧子为您播讲 明尊淡淡地说道 这眼龙之血既然如此邪门 会污秽谈者的真缘 真拍卖出去啊 肯定是后患无穷啊 原本直接把死物交给龙族之人也不是不行 但是此举的话 却显得太软弱一点 对本盟微信大有影响 也不好给下面人交代 还是任凭龙族人带走好了 虽然同样会对拍卖会声誉有损 但是两者也只能取其轻了 这倒也是 不过就算想用交涉手段 时间上多半也来不及了 只能采用这种折中之策了 好了 此事到此结束 悬赏之事只要外紧内松就行了 想来过不了几年 此事应该被人忘得差不多了 回去吧 拍卖大会的事情虽然已了结 但是盟中还是有些事情要处理的 是 飞云仙子奄然一笑 紧跟着明尊出了大殿 那 韩丽呢 自然是不知道 所谓眼龙之血被抢 竟然是赫连伤盟 故意放龙族一马 但就算真的了解了 多半也只能无语一会儿 就不会再放在心上了 当他觉得眼前白光一脸 就从一阵淡淡的眩晕中 飞快地清醒过来 立刻看清楚了周围的一切 身下同样是一座巨型法镇 但是附近呢 却是异常空旷的一片青石地 除了一男一女两名 并肩站立的陌生人之外呢 竟再无其他的踪影了 那男子生着一张圆乎乎的脸庞 看似不过三十来岁的年纪 冲着众人一抱拳 开口了 欢迎诸位前辈 道友来到血天大陆 在下方静 是贺连商盟在此处的负责之人 中卫有什么需要问的话 可以跟在下开口 在下知道一定的 会尽力回答的 这个人呢 给人一种笑眯眯的感觉 十分和善的样子 但是旁边的年轻女子 却生得冷艳异常 除了打量了法阵中的众人之外呢 却一言不发 这两人呢 也有合体期的修为 传送到此的大半人都不敢怠慢 急忙回了一礼 并有人立刻询问道 原来是方道友啊 可有附近区域的地图 和需要注意的势力标注啊 这个当然有备了 有需要的道友 尽管过来拿上一份就行了 原两男子不加思索地说道 接着大袖一抖啊 顿时数十块颜色各异的玉碱 在身前一善而现 法阵中众人见此一喜 纷纷走了过去 领取了一份 有些性急之人 用神念稍一扫预检内容之后 就露出喜色来 接着顿光一起 纷纷离开了此地 剩下之人呢 有的询问了其他一些事情之后 也跟着离开 其中包括了四名大成 和其他门人弟子 转眼之间 这法阵附近就只剩下 韩丽这么一位大成妻 和其他五六名 似乎一伙的异族人 这几名异族人 正聚在一起窃窃私语 正在商量着什么事情 韩丽把手中御检一扫看完 淡淡地说了一句 我们也走吧 此御检 自然不是他自动拿到手的 而是花石老祖跑了一趟 替他们各拿了一份过来 听到韩丽之言 血魄等人自然不会有意见 当即答应一声 就要一同飞离此地 这时候 那个冷艳女子 忽然上前几步开口了 声音格外的悦耳甜美 是韩前辈吧 其等一下 晚辈奉命特来迎接前辈 希望前辈能损晚辈 去一个地方 韩丽有些意外的脚步一顿 转头问了一句 奉命迎接我 奉何人之命 你也是赫连商盟的人吗 晚辈能站在此地 自然也是商盟之人 奉的正是血天总执事 碧影大人之命 前来邀请前辈过去一叙的 碧影 虽然第一次听说这个名字 但既然是贵蒙 在此大陆的总负责人 想来在血天 也是声名赫赫之辈了 毕道友找我有什么要事吗 到了此时 韩丽怎还不知道 自己到此的消息 那肯定是明尊 泄露给这边的同胞势力 否则对方又怎会 如此恰好的堵住了自己呢 这个晚辈就不知了 晚辈只是奉命前来 请前辈过去一趟而已 韩前辈若有什么想问的 倒是可以亲自询问 碧影大人 冷艳女子不加思索地回答 韩丽文言冷笑一声 毕道友让你来请我 难道就没有交代其他什么吗 就肯定韩某 一定会答应相见之事吗 毕大人在晚辈过来之前 曾将遗物交给晚辈 让在下亲手送到 韩前辈的手里 有遗物 拿出来我看一看吧 是 前辈请看 这冷艳女子毫不犹豫的 袖子一抖啊 顿时从中拿出了一副 鲜红似血的卷轴来 双手一捧 递了过来 韩丽单手一招 血红色的卷轴 一闪的落在其手中 神念在往上面一扫 眉头微微一皱 但毫不犹豫地将其一打而开 打开的卷轴中 赫然鸣印着一副漆黑如墨的 八鬼式佛图 只见八只青面獠牙的 猙獰恶鬼或张牙舞爪或丑池 骨叉骨棒 团团 把一名面容模糊的僧人围在当中间 似乎下一刻就要把这僧人 分尸生吞了一般 堪称栩栩如生之极啊 韩丽抓着 卷轴两端看着这恶鬼图 面色不变 但是心中微微有些奇怪 不知道这位碧影 让自己看这么一幅图画 到底是个什么意思 这时候扑的一声 卷轴表面飞出一抹血光 直奔韩丽一卷而来 韩丽微微一正 神念瞬间一扫血光 在略微一沉之后 竟不躲不闪 任凭其将身形一扫其中 并一闪的被拉入了图画之中 旁边站着的血破 朱果尔等人见此情形 都是一惊 花石老祖更是脸色一变 尖头一晃 顿时树道黑气 从背后一喷而出 直接幻化成了 十几丈长的漆黑巨蟒 恶狠狠盯住这冷艳的女子 一副 对方稍微有点动作 就要立刻驱动巨蟒 攻击的意思 这时候冷艳女子 却从花石老祖一摆手 镇定异常地说道 诸位道友不要惊慌 韩前辈无视的 这只是碧影大人 为了隐秘起见 特用一缕分神 将其照入途中 一时半刻就会出来 花石老祖有些将信将疑 力声地说道 真的吗 若是韩师在里边 有什么差错 可别怪在下翻脸无情 若是过一会儿 韩前辈不见出来 几位道友尽管找切身就是了 花兄 对方好像不是说假话 我们姑且等上一等 以韩前辈的神通 就算真遇到什么事情 也绝不会有危险的 血魄目光闪动几下 缓缓地说道 花石老祖觉得此话有理 这才把头上幻化的巨蟒一收 面色阴沉 站在旁边不言喻了 一旁的诸果儿 则有些担心地望向空中 悬浮着的恶鬼图 此刻这幅诡异的图画呀 早已被血色红光 笼罩其中 一干人等的神念稍一接触 就立刻被反弹而开 根本无法探入其中分毫 甚至从这诡异的图画当中 还有一阵阵血腥之气 从中飘散而出 不远处剩余的那几名异族人 一见这幅情景啊 均都是心中一惊 在匆匆地交谈几句之后 纷纷地飞离了此地 一副生怕被卷入其中的样子 倒是那自称叫方进的圆脸男子 一直笑眯眯地看着这边 咱们且说韩丽 那同一时间呢 恶鬼图中的一个神秘空间 韩丽眉头微皱地 看着眼前一名闭目打坐的灰袍老僧 此僧人的服饰装扮上来看呢 赫然正是先前 从恶鬼图上看到的那名 被八鬼团团围住的画中之人 只是僧人此刻一动不动 犹如木雕似的 这僧人在此恶鬼 又在何处呢 韩丽心念一转 目光向四周一扫而去 只见四周离其不过十余丈的地方 竟是浓稠如浆的血色的浓雾 血气涌动之中 隐约有丝丝阴煞之气从中透出 神念稍一接触之下 竟如同接触其寒之物 未知一沉 韩丽脸上不禁闪过一丝亚色来 就在这个时候 血雾当中一声巨吼传来 接着雾起一分 从中轰隆隆地走出了八只十几丈高的 猙獰恶鬼 这些恶鬼均都是半身赤裸 下围兽皮 体表遍布诡异的鬼闻 头上怪脚 方一走出血雾 立刻把韩丽团团地围住 韩丽脸色一沉 转头冲着身前僧人 冷冷地说了一句 碧莹道友 这是何意啊 僧人身躯微微颤了颤 竟睁开了眼睛 眼珠浑浊一长 竟犹如未睡醒一般 哦 韩道友怎知 碧某人在此啊 韩丽淡淡地说道 哼 道友说笑了 韩某虽然进阶大城没有多久 但是这种分念继父之术 又怎可能未曾见识过呢 我原以为道友将亮出法器 是有什么隐秘之势相伤 才会任由道友施法拉入其中的 现在看到这些鬼物的样子 却似乎有些不像了 这时候啊 这僧人面无表情地说道 韩道友不要误会了 在下找道友进来 的确是有些事情相告的 不过此事重大 老朽必须先验证道友 是否真有知道此事的资格 这八只幻化而出的黄泉鬼王 虽然实力不强 但是操纵的黄泉鸣风 却是货真价实之物 平常修炼者只要沾染上一丝 就会立刻肉骨消融化为阴水 即便一般的大成道友碰上此东西 也只能退避一二 不敢硬闯 道友只要能在这黄泉鸣风中来去自由 并能不用任何宝物 法器 坚持一刻钟的时间 就算通过了我等考验 事后老朽到时肯定奉茶赔罪 把一切如实相告 若是办不到 老朽只能送道友出途 当一切事情都未发生过了 几乎同一时间 八只恶鬼一声嘀吼 一张大嘴漆黑如墨的阴风 顿时从中狂卷而出 一下化为了巨大风墙 把附近的虚空堵了个严严实实 并直奔寒历滚滚卷来 寒历望着滚滚而来的阴风 目光中一丝亚色闪过 但马上若无其事地说道 黄泉鸣风 哼 不用任何法器在里边 待上一刻钟的时间吗 有些意思 不过这也未免太小看在下了 轰的一声 未见寒历掐绝施法 在滚滚黑风卷到身前的瞬间呢 体表骤然间浮现了一层 金蒙蒙的霞光 那些黑风在仗许远的地方纷纷一顿 就被这些金光硬生生地定在原处 再也无法靠近分好了 今天呢就讲到这里 下一集中 桑子将继续为您播讲 凡人修仙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